哈喽大家好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你们已经看过P10的发布会了 所以我很羡慕你们 你们已经知道售价了 我还不知道 但是你们也羡慕羡慕我 因为毕竟我这放着真机 来给大家带来一下上手的视频 还是我们在产品发布之前 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提前填的这款华为上半年的新旗舰 那么和这个Mate系列的成本大气氛不太一样 P系列过去给我们一直感觉 是要更加精致 更加时尚一些的 可能更适合年轻人 你比如说在轻薄的机身 还有不凸起的摄像头 在今年新产品上也都沿用了下来 但这三四年看下来 你会发现每一年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新的元素 来给产品带来进一步的提升 你比如说相比去年的P9 P10今年最大的改变 我感觉就是看起来更加圆润了一些 那么也加大了整个边角和背面的弧度的 这么个曲线的设计 贴线也变成了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曲线的设计 那么整个边框的过度更加圆滑 手感也会更好 总体呈现出来的风格变化还是比较明显 那么过去我们总说华为的手机太爷们了 就是看P9 特别像是一个工程师造出来的 而P10这次的改变 我相信对于女性同胞的吸引力 会明显增大很多 看起来不那么硬了 那么从市场层面来说的话 女性可是冲动消费的主力群 你要想让爆款打造的话 打动女性消费者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造型上来说的话 颜色和工艺是非常关键的 你比如说现在看我手上的这两台 一个是蓝色的一台是绿色的 首先我第一次看到绿色的时候 感觉有点意思 因为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手机上面看到 特别新鲜 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配色 尤其是今年的叫做草木绿的配色 在手机上是非常少看到的 而这个绿色据说也是很有讲究 是色彩的权威机构 潘通选出来的2017年的年度色 很多的时尚品牌在做设计参考的时候 都会以这个颜色作为基础 那么也就是说它不光是用在手机行业 那么轮回到手机上来说的 华为这次和潘通的合作 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色彩优化 那么在金属机身上来追求 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当然了 咱们每个人对于时尚的理解不太一样 但是新鲜颜色的加入 对于整个P10的这种时尚感的提升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过你要是问我要喜欢哪个颜色的话 我还是黑色的脑残粉 还是首选还是黑色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些蓝色的P10 这个还是有很多门道的 其实这个是P10 Plus 是当中一个尺寸大一点的版本 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后盖很特别 华为把这种工艺叫做钻雕工艺 它其实是用CNC控制金刚石刀头 在金属表面上雕刻出来了一个几十万个微米级的这种菱形的凹陷 它和金字塔一样有四个面 所以你拿在手机上面 拿在手里边对着光线晃一晃 不同的角度反光效果也不同 如果你摸一摸的话 这种钻雕工艺摸上去比我们常见这种磨砂机身的看起来 摸起来会更粗糙一些 但是它会更顺滑一些 一方面是增加你手里边的触感 另一方面如果说你有划痕的话 它的包容性也更好 不太看得出来 虽然说我更喜欢磨砂黑的版本 但是华为在这种金属的这种材质上做了更多的新的尝试 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选择 和眼前一亮的这种新东西 我们原来在这种手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工艺的尝试 那么另外一个在P10上的很大的变化 就是指纹识别搬到了正面 也没有在正面的玻璃上面打孔 而且据我们了解 它用的指纹识别方案是比较成熟的电容解决方案 准确度和速度当然是不成问题了 我们已经反复侧入很多遍了 按起来的话也比背面更加舒服 人体工程学员来说更加科学一些 看起来经过这一两年等待 随着指纹技术的进步 这种B面打孔的一体式方案 已经逐渐成熟会越来越多的应用 而且可以预见的就是正面指纹识别加一体化的方案 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那种做法 另外这个Home键还整合了很多的这种手势操作功能 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这个Sensor 有这个出门榜的属性可以说是三合一 这种做法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 不过从用户角度体验来说的话 你的操作便利度和选择会更多 会更有意思 那么从P9开始 华为也开始走这种双胞胎极型了 一大一小 经过Mate 9和Mate 9 Pro的这种测试之后 很成功 不出意外 今天P10和P10 Plus也是俩 小的5.1寸 大的5.5寸 分别是145克和165克的重量 那么重量和厚度 总体来说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毕竟经过这么多的迭代 华为在整个工艺和堆叠上面来说 和整机的把控性 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得心应手了 好 那我们来点亮屏幕 看一看这个显示效果 P10采用的是1080p的全高清的屏 那么P10的Plus用的是2K的屏 不过整体的世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了 现在的旗舰机 如果还需要讨论屏幕素质 那你也就对不起旗舰机这三个字了 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说 与原来相比的话 P10的黑边比原来窄了不少 估计不再会有那么多人吐槽了吧 那么在相机方面 莱卡双摄就是从P9开始的 也成了整个P系列的一个标志性的功能 那么现在回头来看 在手机摄像头技术 暂时没有巨大突破的前提之下 华为选择和莱卡去合作 再加上双摄像头和色彩优化 作为一个主打的方向 在效果上和品牌的辨识度上 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在华为的P10的硬件上 基本上和Mate 9是保持一致的 采用的也是第二代的莱卡双摄 2000万的黑白的摄像头 加上1000万200万的彩色 那么解析力的话 比上一代来说的话 肯定会有一定的提升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的话 P9和Mate 9上用的是 莱卡的Sumerate级的镜头 那么整个莱卡镜头的序列当中 它是属于相对低端的一款 光圈比较小 而P10 Plus上面升级的是 Sumi Lux级别的镜头 当然更高端的 光圈也从2.2提升到了1.8 金光量也更大 那么P10相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升级 是体验在软件上 就是人像模式的加入 那么体验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P10的人像模式 可以说是之前 大光圈虚化模式 针对于人脸的一种特殊的优化 它将人脸识别虚化和美颜 一起都打包在一块 所以在光线充足情况之下 会对面部的曝光 进行微调 增加立体感 再加上适当的美颜 和比较自然的背景虚化 最后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如果说光线不够好的话 它还会进行面部的曝光 进行提亮和降噪处理 保证夜间的效果 所以总体来说 人像模式不能像我们拍照片一样 越真越好 尤其像我这样的是吧 你要是拍的越真 我就越不爱用 美感的考虑 其实要更多一些 我觉得华为在真实和好看两者之间 我们通过样张的对比 发现它的拿捏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另外 由于双摄的原理 和iPhone7的Plus 有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说P10的人像的模式 也不局限于这种 两倍变焦的处理 它的构图会更加灵活一些 那么iPhone它是不能变焦的 你发现人性下边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值得注意 就是P10的人像模式 它必须要识别到人脸之后才会启动 你们家小猫小狗就算了 对于人脸和背景的处理的原则 其实和苹果也不太一样 苹果直接描边 人和物体都虚化 华为是必须要有脸才行 不过P10在拍摄物体的时候 也继续保留了一个大光圈的模式 P10近距的拍摄效果上来说 也有提升 双摄的放大变焦效果 也比一般的手机的单摄像头 数码变焦来得要更好 所以说想要说拍个小物件的话 你用大光圈模式 那么正常拍人的话 就用人像模式 是非常好用的 当然了 说完美不美 基本素质咱们还是要谈一谈 当然我们毕竟和它手机的相处时间 只有一两天的时间 我们更多在测评里面讲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 简单的实拍的样张的对比 来看的话 P10和魅力9的表现 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 白天的细节表现得很优秀 曝光平衡度也掌握得非常好 甚至有些时候还略好于iPhone 而与第一代的莱卡的双摄的P9相比起来 无论是解析力还是宽容度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有明显进步的 到了夜间的话 P10的曝光也比较充足 但是细节还原和iPhone相比起来 要稍差一些 噪点控制的还不错 当然我们拿到工程机 以后可能还有一个优化的空间 所以说咱们就在测评里面详细的去对比 色彩方面 我们都知道iPhone是非常典型的中时派白开水 那么与之相比的话 你会发现P10即便你不开千叶模式 观感上都要更加浓艳一些 但是打开的话对比度更高 发色会更浓艳 但是暗部色彩偏向就是偏冷 亮部的话就会偏暖 加上一些暗角的话 这个得味就出来了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 它和莱卡的合作 不光是所谓的颜色调油 它实际上是在ISP的算法层面 就对照片的直出的效果进行了调整 所以说整个颜色调整会看起来更加自然 多了一些艺术的味道 所以看起来更吸引人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 而且你跟P9相比的话 P10在颜色调油上的这种经验 会更丰富一些 看起来更显熟 有一点艳而不腻的感觉 不那么容易的造成审美疲劳 而且从拍照片的这种效率上来说的话 我用iPhone拍照片的时候 无论我拍完之后怎么着 我还得再绣一遍 所以如果你直出的效率更好的话 对于你整个用户体验 和使用起来的这种便利度 会大大增加 那么作为华为P系列的新机 P10的硬件配置上 自然也是华为的旗舰水准 那么麒麟960 在Mate 9上面已经被市场验证过了 我们之前也是非常欣赏这款产品 那么在麒麟处理器 正式迈入手机处理器芯片的第一集团之后 参数上的差别 其实已经越来越难去察觉到了 另外相比于之前的华为的机型 P10 Plus还采用了LTE的四天线 支持4x4的MIMO和STEL 5G的网络 那么在通信质量和下载速度上 都有更高的优势 后续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体验 那么稍微提一句 P10和P10 Plus这次有多个版本的选择 所以整个P10的产品的portfolio 它的人群的覆盖范围也是可以非常的广 那么至于价格 我刚才也讲了 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还不知道 如果你关注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官方微博 去看我们的最新的资讯的发布 那么相比硬件来说的话 这次更吸引我的其实是软件的部分 也就是说 华为这次所讲的叫做Ultra Memory 大概的机制很原理 我们在Mate 9上面有类似的介绍 但是这次会更加详细一些 我们知道提升手机的效能 其实无非就两条路了 开源和节流 对吧 体现在运存上 就是除了你这个数字的增加之外 你还要更好地去利用现有的资源 安卓手机普遍都是越远越慢 这个是常识 那么华为的思路 一方面就是和谷歌的深度合作 从底层架构上 根据国人的使用习惯 去定制的优化它 另外一方面就是 根据用户使用习惯 和这种判例的这种分析 就打造一个动态分配的 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系统优化这四个字 其实水是非常深的 里面细节非常多 简单的上手 可能没有发现它特别透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专门找个时间 详细的讲一讲 那么这回的P10系列预装的 是Emotion UI 5.1的版本 毕竟华为是国产的No.1 可以看得出来和 是最早一批升级 安卓7.0的厂商 也体现出来 它和谷歌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点开手机 我们看到Emotion UI的风格 还是有些改变的 看来网友天天说 华为系统应该时尚一点 还是起早点作用 但是我觉得大家说的还不够 因为相对于ID设计的提升 这个壁纸明显还是慢了半拍 所以大家得继续说 续航方面的话 P10用了3200毫安时的电池 P10 Plus上面用的是3750毫安时 和上一代相比起来的话 有小幅的提升 考虑到7.0处理器的功耗上的优势 以系统体验上的优化了 续航我觉得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们虽然现在没做完整测试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实际的使用来看的话 如果你用的不太狠 一天半的两天差不多 如果你天天开会的话 你也不怎么用手机 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么P10和P10 Plus和Mate 9上 也一样用了Super Charge快充 两台都是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 能够充满 半小时就能回血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对于临时救急来说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总体来讲的话 这台P10给我留下的印象 就是整个产品的 在ID上的设计的改变 不管是这种更圆软的造型也好 还是更加独特的颜色 都体现出来更加消费化 更加时尚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再加上升级的双摄 和这个系统体验 我相信在2017年上半年 P10在中国端市场上 还是有比较强的差异性和竞争力的 那么尤其是对于 时常年轻的用户来讲 那么当然了 作为现在第一款上市的 上半年的旗舰机来讲的话 是机会和压力并存 因为你第一跳出来 你要有信心 对吧 但是后边大家出什么招 你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把产品做得非常好 才能够抵御对后边竞争的优势 所以说P10的任务 很显然是要帮助华为 进一步的打开高端机的市场局面 2017年的手机市场供应链 这种整体涨价趋势 是基本很确定的了 所以说只有提升产品能力 拿下高端市场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利润 才能让整个产品线 保持一个健康和规律的更新 当然了 一大波旗舰都在路上 所以P10的任务确实不轻松 作为一个官局者 我也是非常期待 它后续的表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那么我们还会在西班牙 在MWC上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和微信的订阅号 我们明天再见 Peace